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oc 整个chip的部分 其实你会看到它会有CPU还有一些加速器的一些部分 更多的部分是你会有很多这些不同的component之间的连接的bus的部分 还有你的跟周边电路比如说ISO32或是跟你的收写笔这些键盘的一些连接的部分 所以这里面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过一个除了我们的核心的部分之外 另外就是这些bus的部分 去把你的核心跟你的周边电路做连接 那还有一个是周边电路的部分 接收你的语音啊 然后影像啊 或是这些series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界面 那这些界面实际上要怎么做 那它的timing是怎么样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要来跟各位讲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这个 Amba bus的这个部分 有这个中间的这个你的CPU跟这些高速界面的连接的部分 还有周边电路它用的这个APP的这个bus的这些部分 那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上层的角度来看 从比较上层的角度来看 那这些其实它的这个从软体的层面来看 它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一个memory的assets 所以你的CPU要去存取你的周边电路的时候 它就是会发出这个address 然后去读或是这个写 那这个其实你从C的观点来看 这个就是一个array的这个存取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谈到过 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memory map Io的这个部分 好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的这个interface timing的这个部分 它会是怎么样子来做 好 那interface timing 那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怎么样子去传送你的一个资料 从一端传到另外一端 那这里面 小问题 小问题 放掉 好 这个 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好 那 基本上我们会有几种传送资料的方式 好 那一种是这个 呃 open loop的这个 方式 好 那什么是open loop的方式 就是 他从 你这边A传到B的时候 好 他不管三切实际 他就是把资料传过去 就就就传过去 好 那他也不管你说 你没有收到好 好 那 你没有收到这件事情是 呃 接收端呢 自己去处理好 他反正就一直送 好 就一直送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open loop的这个做法 好 好 那另外一种做法呢 我还要在 到B这一端呢 他接收端 他还要再传一个 回传一个信息来说 哎 我这个资料 你有收到好 好 那他有确定有收到之后 他才会继续往下传 呃 另外 所以这个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好 那更进一步的话 在一些应用上面的话 如果你的这个呃 传送的这个通道的bit数 如果 比如说你一次只能传一个bit的话 那他会把你本来要 比如说是34bit的这个资料 他就会转换成一个bit一个bit去 去传 会变成是这种serial的这个呃 传法 好 那这种的话 其实呃 在各位的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还蛮常见 好 比如说你的这个USB 好 其实他就是这种serial的这个呃 界面 好 他呃 因为是考虑到非常高速的这个关系 好 那你非常高速的部分 那 那USB的话 他两端好 是两个不同的这个clock domain 是两个不同的clock domain 好 在在传递这个资料好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跟各位提到过 好 哎 像这种你在不同的clock domain 你要传递 传递资料的时候 那如果你要 比如说你是34bit的资料要传 那要传过去的时候 你事实上是很难去做这个同步的好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同步最简单 其实你应该是尽量让他维持是只有一个bit的这个资料的传递 这样实上会比较比较简单 好 比较简单好 好 所以这个是USB他在做的一个考虑 好 那另外一个考虑当然是 他要做到 呃 那他这样子30bit他传 资料还是要能够传到足够多的资料的话 他就需要跑 考虑到 跑到更高的这个速度 好 所以像这种Serial界面的话 他通常都会跑到非常非常高速的这个 呃 频率去去传这个资料 好 所以这个是interface timing的这个部分 好 那基本上来讲好 呃 你会看到说 这几种做法里面 好 呃 open loop这个 好 我们后面会再做比较详细的解释 好 open loop这个做法基本上是最简单的 好 因为他反正就资料就传 传了就传了 好 就没有没有太多的一些 呃 控制的这个机制 好 那你后面的这种flow control 这个就 你就比较多要 要资料要回传 啊 还要去侦测 呃 资料到底是不是ready 或value这些等等 好 那就比较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通常这种比较复杂的话 通常都是呃 我们是chip和chip之间 在做沟通的时候使用的 好 或者是你在chip里面有比较大的这个模组哈 哈 两个比较大的模组之间要互相沟通的时候 才要去传递哈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需要哈 因为 呃 chip外面 我们两个chip外面的话通常都是透过这个PCB版哈 哈 那上面事实上会有非常多的这些杂讯哈 然后它的delay也很高哈 所以你的资料的传递 本身它有非常高的这个不确定性哈 所以所以就会需要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机制 来确保说你的资料 本身它是真正能够传送给对方 然后对方也能够收得到哈 所以这个是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才为什么会需要比较复杂的部分 会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先来看最简单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的这个方式 叫做所谓的open loop的这个做法 好 那这种open loop的这个做法呢 呃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就是假设你的这个data的这个value呢 永远都是valid的这个呃 状况 好 永远都是value的状况 那这种的话通常都是呃 在我们chip内部用是比较多的这个呃 状况好 所以呃 这种always value的这种状况的话 因为你的资料永远是value好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value讯号 这个是不需要的 你也不需要有 既然value讯号都没有了 那你也不会有什么ready的讯号好 就就完全没有 所以它的讯号本身呃来讲哈 那通常都是呃我们都是会有clock哈 那你的资料呃反正就一笔一笔的去一笔一笔的这样子去传哈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呃方式 好 那一般来讲呃像你的module和module之间在在沟通传递的时候就是使用这种呃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哈 好 所以这种是open loop的这个呃做法 好 那稍微呃变化一点的话可以呃也算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的value的这个讯号呢 它是一个比较有规则性的这个呃传递的这个部分哈 好比如说你的这个data呢 诶 它是每隔一二 好 这边一 好 二三 好 每隔三个cycle它会传传一笔这个呃资料哈 每隔三个会传一笔资料哈 好所以这种是呃很规则的这种value的这个呃time的这个讯号 那那如果你是非常规则的话那当然有时候你这个data value你也可以不用哈 好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呃你传这个资料传的过程中呢 加上一个value的这个讯号好在这个时候让value为为1哈 好那其他时段让这个value为0好这样子的一个呃状况好 好所以所以这个是呃这种呃蛮常看到的一个value好那像各位用的这个呃lab和homework的话 那基本上呃我们的testbench或是资料给通常都会有这些value的这个讯号好因为它是比较不规则出现的这个状况 所以就会特别标明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呃情况来来做好 那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像前面这种这么简单的这个方式的话 好那你就会需要有比较复杂的这种ready valid的这种控制好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所谓的cost loop的这个呃方式 就是也就是你的资料传递过去之后在传每笔资料的时候我要顺便送一个说我现在这笔资料是valid的 然后我的呃接收端呢他收到的时候要回传跟你说哎我也有收到这笔资料好是这个ready的这个呃讯号的这个传递好所以基本上来讲好这个呃就是你在传的时候就是你的ready和valid这两个都要 所以一的时候才能够去传好好所以他的这个timing看起来就会长成像这个样子好 比如说呃我们在传A这一笔的时候好在传A这笔的时候那那我们就会顺便把这个呃valid的讯号拉成一好好所以到呃这个clock cycle的时候好接收端呢他收到说哎你的valid是一好valid是一好好所以 所以如果他可以接收的话那他就会把他的这个呃ready的讯号呢也拉成一好也拉成一那也拉成一的话那你的接收端看到说哎你的这个呃valid讯号已经变 呃ready讯号已经变成一了好所以那确保你已经收到了所以这个呃这笔资料valid的讯号他就可以放下来好就会就可以拉成0就可以拉成0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是呃这种 readyvalid的这种呃控制的这个呃讯号好会会变成是呃这个样子 好那后面我们的这个BCD的这几个呢是呃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接收端呢他是always是一个呃ready的这个呃状况好 always是一个ready的状况好那那这样子的话这个valid这边就呃他其实他的运作还是跟我们刚刚一样好就是这边接收到的时候那他就发现哎你这边是呃已经ready了所以他 他传完这一笔之后他就可以拉下来好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是呃我们刚看到的这个呃这种用valid和ready的这个呃来互相通知说哎你的传送端的资料是不是有效好然后接收端是不是可以呃去接收这个呃资料好那这种做法当然是呃 所以两端都有哈那如果各位回想一下我们在这个呃这个这个呃level和homework哈那level和homework里面呢通常呃你的我们的这个testbench呢通常你都只有这个这个valid的这个讯号好你可能好像没有这个ready的这个呃讯号就就没有哈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一个呃这种flow control的一个呃特例好一个特例好那只有valid的讯号就是事实上 我们事实上是假设你的这个呃这个呃receiver端呢always是ready的状况哈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呃部分一样哈你的接收端你永远是ready等在那边可以接收资料哈所以他只是在等什么时候是valid的这个状况那这个就是一个push的一个flow control的这个呃做法好那另外一个呃做法呢 就是假设计的这个呃就是假设计你的这个呃这个transmitter端哈的这个valid讯号他是永远都是e的这个状况好永远都是e的这个状况好那这个时候资料能不能传呢就是会看就会反过来是看ready的这个讯号是不是ok哈ready的讯号ok的话他才能够传 好那这一部分的那这一部分的例子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好我们在后面会介绍这个呃hbbus的这个时候好我们会回过头来看这个的这个呃这个例子好那好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看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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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传多bit的这个资料 怎么样传多bit的资料 那这种的话其实用在蛮多地方 像各位用到的USB是一个 那另外像接硬碟的这个SATA 硬碟的SATA 它也是这种SERI的这个状况 那另外两个算蛮常见的 但是主要出现在这个消费性电子上面 就是这个所谓的I2C和I2S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大概比较常看到就是像这种 这种消费性电子像这种耳机的这种 这种控制的话 它就会用到这个I2C和I2S的这个部分 那这几种的这个状况 它的传送方法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要传4bit的这个资料 传4bit的资料 那通常来讲呢 我们除了你的clock讯号和data讯号 那我们现在data讯号呢 一次是传一个bit 一次传一个bit 那通常我要告诉接受端说 我现在的这个nsb是什么 第一个bit 最高位元的nsb是在哪里 所以我们会多一个这个所谓的frame的这个讯号 那这个讯号拉起来的时候 拉起来的时候代表说 我现在传的是第一个bit 或者说我要传的这一大串资料的第一个 第一个的这个部分 那像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呢 这个frame这个讯号拉起来的时候 就是代表我现在是传nsb最高位元的那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 比如说我传4个bit 就是接下来的这三个bit 就是我的b2,b1,b0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样子在传的过程中呢 如果说 我传完b之后呢 然后我接下来要传c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马上传 那我事实上我就可以控制 我的这个frame的control讯号呢 把它往后拉 所以这个frame control讯号呢 你可以从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你的 有点类似像value讯号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的第一个nsb 出现的时候的valid讯号的一种概念 这样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frame讯号的控制呢 它 好 所以这个是传送开始 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在高频的时候 你的设计非常高频的时候 或是你的界面接角数量很有限的时候 我们就会 转换成用这种serial的方式在传 那为什么高频会需要 那高频的部分的话 最主要 也是 牵扯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因为通常它都会跨 跨不同的这个card domain 或是它会绕非常远 那你要multi-bit要做同步的话 跨不同card domain去同步的话 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通常它就会把它 转换成这种serial的这个方式 然后就会比较容易去做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前面看到的这个做法 这个是辨别说 我现在传的是不同笔的这个资料 这种所谓的word的这个graderative 那事实上有时候在传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只有传你的资料的这个部分 那你这一笔资料呢 事实上它还会包含说 它有这个一些控制 还有一些address的这个部分 包含这几个 control address还有data 那这几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前面 其实有跟各位提到过 从CPU的观点来讲 这些我对周边电路的存取呢 都是一个类似像一个memory 的一个存取 memory的存取 那memory的存取的话 我要对一个memory去抓资料的时候 我要去控制说 我现在是要读或是写 有一些 然后要去哪一个位置去读写 address 然后它读写的这个资料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样 一连串的这个东西呢 都把它转换成这种 一个bit一个bit的这个表示 那这种的话 经常用的这个做法 就会是像这样 我们会有这个clock 当然会有这个clock 然后你的bass呢 有4bit的这个资料 这边有4bit的资料 好 那那一样我们会用一个frame的这个控制讯号 这个frame拉为1的时候 这个frame拉为1的时候 是代表我的第一笔的这个资料 我的frame开始 然后后面呢 后面的这些资料的这个部分呢 我会搭配一个这个ready的这个控制讯号 那我资料如果是ready的话 只要是ready的话 我就是 这个是假设 假设你的这个传送 传送端都是always valid的这个状况 就是t差端是always valid 资料永远是value的状况 所以是根据这个接收端 是不是ready的时候来控制 好 所以在前面的这几个 前面这几个的时候 前面这几个的时候 它都是 都是ready都可以接收 都是可以接收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我的ready讯号是0 那ready讯号是0 就代表说 我的接收端这个时候 不能再 没有办法收 收资料 那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它没有办法收掉 比如说它的处理速度 跟不上啊 或是它的buffer已经满了啊 这样子的一些状况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接收资料 好 那没有办法接收资料的时候 那你的资料还在传啊 我不能掉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呃传送端 你收了 送了这个data1 送了这个data1 但是我data1 你会看到说 这个时候我的ready 是拉下来的 好 代表说 我data1这个讯 这个资料 事实上是没有接收到 好 那没有接收到怎么办呢 好 那我就要让我的这个 我要负责 这个让这个data1 可以被我的接收端 可以收到 好 所以我的data1就要继续的维持下去 好 继续维持下去 好 所以我们的data1就继续维持下去 好 继续维持下去 好 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呢 刚好下一个cycle 它的ready就直接拉成为1了 好 拉成为1 好 所以这个data1呢 事实上它就只延迟了一个cycle 那如果说你这边ready讯号 它又往下延了一个 再往下延一个cycle 还是0的话 那你的data1会再继续 继续往下延 好 就是保持不动 保持不动 再继续往下延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这种 frame控制的这个 这个讯号 会利用这些 frame的讯号 跟这个ready讯号 来做一个 资料确保 它可以收得到的这个部分 这样 好 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基本上 从刚前面 你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些界面讯号 大概主要可以分几个 那基本上都是从 memory access的这个角度 转换过来 一个是控制讯号 然后另外一个是address讯号 然后再来是你的data的这个讯号 那控制讯号的部分 刚刚我们前面讲过 会有这种 你现在是要读 或者写 那另外 在一些状况里面 它还会多出这两个 就是你现在传递的这个资料呢 是连续的 还是非连续的 连续或非连续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连续或非连续 因为如果是 它告诉你说 我现在传的这一笔资料 是连续性的这个资料的话 那有时候我的address 有时候我就不用再更新 它就可能只穿一次address就好 那你的接收端 自己就把这个address 自动往上去加 所以这个可以做一些 节省的这个部分 好 那address and data的部分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 所以这些大概就是 我们常看到的一个 界面的这个讯号 那这个最常用到就是像这种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bus 这个embar的这个 有两个bus hb advance high performance的这个bus 然后另外周边电路的部分 这个是playfor的这个bus 那app的部分事实上是 这个hb的这个简化版本 那是简化版本 好 那这个部分 呃 它的这个电路结构 我们在前面有跟各位介绍过 就是这边是你的master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要传到这个step端 那我们的bus的部分 就是在中间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bus的这个部分 那实际电路做起来就是 透过这些multiplecer 还有一个decoder去 这些rbit去做这个选择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 不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主要是要来讲 它的这个interface timing的这个 部分 好 hb的这个 呃 传输的这个部分 好 那hb的这个 传输的这个部分 好 基本上跟 呃 我们memory的这个 读写其实蛮像 好 我们 回顾一下 好 我们memory读写 好 比如说你要对一个sm 好 去做这个读写的时候 那 你要写进去 我们要传递address 好 然后 设定这个读写的这个控制 好 那如果你要写的话 那可能这个时候 你的data就一并传 好 一并传 好 然后如果你是读的话 就是等于在下个cycle 你会读出这个资料出来 好 所以这个是memory的读写的这个 呃 部分 好 但是hb的这个 呃 用法呢 buzz的用法 呃 稍稍的把这个东西 把它呃 换了一下 它变成是分成两个face 好 第一个face是所谓的address face 好 也就是在这个face里面 它会传address 还有传这些读写等等的 这些控制 好 读写控制 好 然后 然后那所有你要写入的这个资料 好 看读的这个资料呢 都是在第二个face 好 就是dataface的这个部分 是这边是你要写进去的资料在这里 好 要读来读过来的资料也都在这个face 这样子 好 分成呃 呃 两个face 好 那分成这样子两个face的原因是 因为这样子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做成 piply的形式 好 好 piply形式是怎么样呢 好 比如说我的第一笔 呃 位置是a这个位置 然后对于a的位置的这个data 就会在这个cycle 好 然后同时间我在传a这一笔的资料的时候 我就可以传b这一笔的 呃 位置 然后在下一个cycle的时候 传b这一笔的data 好 那传b这一笔data的时候 我同时间可以传c这一笔的address 好 所以它就会形成像这样子的一个 呃 piply的结构 好 这样是一个cycle 这样是一个cycle 好 这是一个 呃 piply传递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想各位 诶 写过piply 好 好 那对这个就就不陌生 好 那这样它就可以很有效的 呃 利用到整个bass的这个呃 传递的这个呃部分 好 那 那这里面呢 呃 它 这个hp的这个传输呢 它基本上也是假设你的transmitter端是一个always valid的这个 呃 状况 好 所以 呃 呃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呃 呃 破的这个flow control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的这个控制呢是靠这个接收端这边的这个ready来做这个控制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呃部分 好 你发现哎呃你发现哎呃你的这个接收的这个ready呢是0啊是0啊是0啊而且它不止一个cycle是0啊它是两个cycle都是0啊两个cycle都是0好所以所以你的这个呃要传的这个data呢它就要呃在这个cycle比如说我传呃某个资料A哈那那发现这个ready是0啊它就要继 就要继续的在下一个这边呢还是继续保持着好不动啊继续保持着不动啊好一直到你这边的ready为1的时候它你的接收端有收到的时候它才可以把这个呃资料把它换掉啊资料把它换掉啊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呃利用这个呃ready的这个讯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控制 好所以跟我们前面讲的其实哎呃还蛮像的好还蛮像的这样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两个好piply跟这个ready好结合起来就会长成像这样好就是我在传A这笔资料的时候下一个cycle传A 不是传A这笔address的下一个cycle再传A这笔的资料同时间我可以传B这笔的这个资料哈呃传B这笔的位置哈然后在下一个cycle然后我要传B这笔的data那我在传B这笔的data的时候也发现我的这个ready呢是0哈所以它就会整个会呃延伸哈那这边延伸的时候data延伸了哈那对应的这个address的部分它其实也跟着拉长哈也跟着拉长哈这样 哈那这样子哈那这样子的话哎呃我的这个piply呢它就都还可以维持的下去好就哎就可以很顺的一度接下去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呃hb的这个呃呃部分好那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emba的这个 b oke洗测啊那基本上他有第三代好第三代是这个vi 后演习miş男后代大家就掌售旨一点ha啊好像我们呃depth于之后再用到之后 如果有用到一些mgfda的这个部分的话那mgfda很多现在其实就是用 SI或是HB的这个BUS的部分 来做这个 不同设计之间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算现在来讲 还蛮常用到的部分 好那顺便讲一下 我们教材的部分有多补充了一个 是讲APGA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请到这个13上面去下载 那一个补充的APGA教材的部分 好有没有问题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这个电路怎么做 实际的电路怎么做 好那 我们前面讲的比较简单 好就是说你这边有个module 然后传资料到另外一个这个module 好这样子 那如果你只是一对一的话 那你就直接把线就连过去 好直接连过去 那如果你不是一对一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好比如说我有这个N个CLINE N个CLINE 好那我要怎么让资料在N个里面 互相做传递 互相做传递 那这会有很多的这个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你就是 这N个里面就直接把它给 直接把它连起来 直接把它连起来 那直接连起来的这个方式呢 我们后面会提到 类似像这种Crossbar的方式 它其实就是这种直接连起来的 那另外的就是共用 共用的这个部分 是这种我们刚提到的 像HB的BUS 它就是属于这一种 共用连接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实际电路怎么做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BUS的这个部分 BUS的部分 好那这边BUS的部分 有不同的这个做法 好我们这边投影片 讲的是其中一个做法 好那另外一个做法 是在我们前面的投影片 好也就是在 这个好 这是HB的架构图的部分 好利用这些Multiplecer 和Arbit来做选择 好做选择 好那 那那个是用Multiplecer的这个方式 那这边我们介绍 稍微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这个写法 那其实概念很像 概念很像 只是写法上面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所以这个部分 就这样 我们的这个BUS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这个 应该还包含这个Arbit的这个部分 包含Arbit的部分 好那我们就是这N个这个Client之间 我们要资料能够互相传递 互相传递 那这边的这个写法上面来讲 我们你的每个Client 要上到这个BUS之前 我们会先有一个BUS的interface BUS界面的这个部分 然后才会连接到这个BUS 接下BUS 然后它资料从这边过来之后 来清一下 好 资料从这边过来之后 进到这个BUS呢 比如说它要传到这个N-1的这边 它会从这边再传下来 再传下来 好这样子 好那 那这边 因为我们有N个要传 那我们就会需要有一个Arbit 去控制说 谁现在是可以传的这个部分 好这样 好那这种是共用的这个 这个Interconnect 好所以一次我们就是只有 一个传送者 然后只有一个接收者 也是只能有一对这样子去传 好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的这个 VeloCode VeloCode 那这边VeloCode的 这个我们会有 这边看到你会有一堆这些什么 T和R的这个部分 C是这个Client的部分 B是这个BUS的这个部分 那它的T和R是 从这个BUS的角度去看的 这个部分 好那它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就是在描述 这个好 这个BUS Interface的 这个部分 好那这个部分 主要包含 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这个 Arbitration的这个部分 Arbitration部分 那基本上 你的开端 好快端好 好快端好 嗯 Receiver是从 传出去的 是BUS BUS这边接收到 所以等于是快端这边传过去的 好 所以你的快端这边 它的Data如果是Valid的话 就是 就是给这个 Arbitration的这个Request 给这个Arbit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那Arbit这边就会回一个这个Grant 好 是不是可以你可以可以有有有资格去传 好 这个Grant就告诉你说你现在有资格去传 好 好那接下来就会分成你现在是 要传过去或者是BUS要传资料过来或是BUS要接收资料 好 这这两个方向好等于就是一读一写的这个方向 那这边的这个写法呢 如果你用我们前面的HB的这个写法 就会是用一堆MultiPlacer 好 去去去借好 那这边的这个写法变成是这样 好 就是你有收到Grant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Adress呢 就可以传到BUS的这个Adress 好 那没有收到的人呢 就会是0 好 就会是0 好 所以最后 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呢 全部把它O起来 好 好 他直接O起来 好 就是没有MultiPlacer 好 这是完全不用MultiPlacer的这个做法 那这样子的话就只有某一个 比如说这边某一个这个Adress 假设是A好 那其他都是0 好 其他都是0 然后我们这边就直接 线就直接接起来好 所以这边用Wile 好 用WileO的这个方式接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这几个全部O起来 好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几个全部O起来 好 那因为O起来的关系呢 这边0的这个部分呢 自动就 就不影响这个结果 所以最后这个就会变成是A 那Data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就只有接收到Grant的人呢 他可以把资料传出出去 那其他的人呢 都是变成0 好 都是变成0 好 那 那另外Bars端 接收资料呢 也就是你的Cly端 他 Cly端要搜 搜这个资料 那Cly端他搜资料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要抵对说 你这边 Bars这边的位置 是不是我的Cly端的这个位置 因为每一个Cly端都会有自己的门牌号码 好这个位置就是他的门牌号 那 所以他传送过来的这个位置呢 要跟你的门牌号码是对的 好 然后DataValue的时候是对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说我这一笔资料是要传给我的 好 传给我的 好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资料把它接收下来 好 所以这个是 呃 他的这个 呃VeloCode的这个 呃部分 好 这样子做出来的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好 下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